本月,22,美国歌手,Ariana Grande,在英国麦彻斯特开演唱会,没想到遭遇恐怖袭击,导致,22,人死亡,多人受伤,这让,Ariana,非常自责,她亲自打电话慰问受害者家属,还宣布悬述负责罹难者的葬礼费用。 今日凌晨,她更是在社群网站发表声明,表示将回到曼彻斯特开唱,不会屈服,Ariana,在声明中表示,恐袭造成的伤痛无法消除,但大家可以选择如何面对。 恐袭发生后,她一直想着自己的粉丝们,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给了她很大的启发。 她感到很骄傲,粉丝们展现出来的热情,善良,爱心取代了那些邪恶的事。 感谢过粉丝后,Ariana,又宣布,她会回到曼彻斯特开唱,为粉丝们加油,也为那些在恐袭中受害的人筹款。 她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害怕退缩,不要让恐惧支配,不要让仇恨战胜。 现在曼彻斯特演唱会的时间和具体地点还没有公布,但她表示,自己一定会回去,Ariana,还说,这场演唱会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。 让大家逃离烦恼,一起庆祝,让音乐疗愈心灵。 她认为粉丝们一定能够看到音乐的美好,音乐也会让大家团结起来,共同对抗邪恶与仇恨。 曼彻斯特的恐袭一定让,Ariana,很痛苦,但她没有逃避,而是选择勇敢面对,这让人非常敬佩。 我们都明白,再一次去那里开唱太危险,不过她没有向恐怖主义屈服,希望下一场演唱会严格安检,顺利进行,用音乐帮助大家战胜恐惧。